行政長官梁振英又寫網誌向泛民施壓 要求他們加快在財委會的審議速度 不過我們聽聞進度落後了 是因為立法會發生了一些小下落 有知情人士跟他們透露 政府跟泛民議員其實是有默契的 就打算在上星期的財委會表決五項撥款申請 不過最後就只是過了兩項 財委會的審議撥款折走 往往都是視乎議題的複雜性 沒有爭議的撥款 好似公務員加人工可以幾分鐘就表決 但有爭議的項目可以談幾個小時都沒有決定 我們回一回帶 看看上星期的財委會 據文章要人原本就計劃加時15分鐘 表決和審議興建復康大樓等等爭議 不是多大的部份申請 不過當時就出現了這一幕 即是甚麼情況才可以啟動 他問了你三次了 你能不能回答 主席我可以繼續跟進 你說甚麼 時間差不多 因為沒甚麼時間 你夠鐘了 你下次再按鐘 如果大家是覺得繼續有問題問 你可不可以現在按鐘 或者給我聽你繼續有問題問 包括姚思榮議員 我就將這個項目 放在下個禮拜 慢慢大家再問過 姚思榮議員再要問 我們現在休會下個禮拜開始 看一條片都見到 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很勤奮問很多條問題 其實張宇人最後已經暗示了 如果他繼續問下去的話 撥款就不可以在改日表決 要等下個星期才可以談 但姚思榮和他好像差點默契 結果財委會就不夠時間追回進度 其實財委會下個禮拜之後 剩下最後一次共六個小時的會議 據聞政府就在考慮建議財委會加會 希望可以審議到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 不過其實不同黨派的議員都心知肚明 創科局會引發拉布 開多幾多小時的會議 其實都不可能在今個月通過 相反在十月復會的時候 創科局的撥款反而有一線的心機 不少泛民地區人士都說 其實市民對拉布是非常反感的 據了解泛克會的泛民議員就在研究對策 如果立法會再有創科局的拉布戰 好像民主黨這些不支持拉布的政黨 到時就有可能齊齊離場不參與討論 實行和拉布抗爭一刀兩斷 免得影響區議會選舉的選情